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在新聞業做了20年 我做過編輯、我做過記者、我做過主播 新聞工作它是屬於要跟時間賽跑 最大的壓力來源當然是時間 當然還有新聞的正確性 它壓力是很大的 我早期是壞脾氣很有名的 我常常會在副控室裡面 我會咆哮、對記者咆哮 因為他可能袋子沒有交 我哪裏寫錯 我就會站在副控室外面說 誰誰誰誰誰敢回交代 離開新聞業一個 算有一個是公的原因 一個是私的原因 公的原因是我非常清楚 媒體的整個大環境 是一直在往下掉的 尤其在2017年 整個全面數位化之後 至少大概一半的電視台 會很難以存活 但是面臨那一波廝殺的時候 如果今天我要繼續留在新業 我不是砍了我的好朋友 我就是被我的好朋友看 我覺得這樣的工作 會讓自己更不快樂 對 那另外一個原因是剛好的 就是私的原因 我先生他本來也是 陳文倩節目的製作人 他剛好在去年底那個狀況之下 轉行 他可能有一天他會被調離植物 調離植物他可能要到國外去歷練 我一定會跟著他去 所以我就重新開始思考 自己要不要從頭學起 學一個一技之長 後來想了想 明以食為天 不管什麼樣的環境之下 每個人都要吃東西 後來就 那我就改做小吃好了 我從頭學起 那小吃的 就是賣麵線的話 其實利潤很低 我算了一下像我 我這樣子 我利潤大概只有一成 但是沒有關係 因為我自己愛吃 我沒有辦法接受說 我自己賣給你的東西 我自己不吃 所以我堅持我賣出的東西 是我自己愛吃 我每天都要吃 比如說 我們蚵仔麵線 最重要的是蚵仔 我們的蚵仔又非常大顆 是屬於生蚝等級的 可是我當初為了光學蚵仔這件事情 我就一直不停的戳破 陳老闆的蚵仔 一直戳破 一直戳破 我就覺得很不好意思 因為其實每顆蚵仔很貴 反而是陳老闆很好聽 一直安慰我 沒關係沒關係沒關係 可是我就覺得對不起他 但我心裡抱定一個想法就是 我雖然不會 但是一件事情 只要做一萬次 我就會變成達人 所以我就拼了命的 一直寫 一直寫 我一定要做到一萬次 我非常感謝我先生 他是唯一一個支持我的人 每一個聽到說我要賣面前 大家都捧腹大笑 因為跟我 跟我自己原來的形象 確實有很大的落差 像以前我在做新聞部的主管 變成說 我每天早上八點要上班 然後至少都要上到晚上八點 遇到重大事情 突發事情 我可能要留更晚 24小時都在工作 手機我完全都是開機 絕對不敢關機 因為公司有規定 扣你三次沒有接電話 就要記過 以前最恐懼的就是 突發事情 我會沒有辦法接小孩 然後小孩自己在家 完全沒有人戶 我記得 曾經小孩還很小的時候 我跟我先生挨家挨戶 去找了很多家的保盟 人家不熟 我即便要多一點錢給他 他都不願意 他說 不行我最晚就到七點 我們就要帶回去 七點 不可能 我上到八點 最快回家也要八點半 那不要 所以我們大概碰壁了十幾個保姆之後 我跟我先生一時之間不知道該怎麼辦 我們兩個人坐在公園的倉椅上 眼淚快要掉下來 想說那小孩怎麼辦 可是現在自己的時間比較開心 就 可以自己每天接送小孩 我覺得很開心 主播今天是對著鏡頭講話 其實妳不知道妳的觀眾是誰 可是呢 我在這家小小的店裡面 賣面線不一樣 我的客人 就在我的旁邊 這跟主播 妳可能只能看著明天的收視率來 假定自己今天的表現好或不好 跟落差是很大 但是在小吃這邊 很及時 東西好吃 客人會告訴妳 東西不好吃 他更會告訴妳 對我覺得那個是很實在的 可以立刻改 對 然後看到客人覺得好吃 那個笑容 我就覺得很難吃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